在中国人民大会堂 也就是中国二十大的一中全会闭幕典礼上面 居然公然地把胡锦涛请出了会场 这中间耐人许位 一开始本来传出来的消息是 在外媒旧定位的时候 习近平利用这个机会 我故意给胡锦涛难看 我故意要去修理胡锦涛 来等于说告别过去的黄金石研 但现在所有的外媒把所有的定格 一格一格地弄出来 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 搞了半天 发动者不是习近平 习近平是被动地把胡锦涛给擒凑 因为胡锦涛想要看前面的红头文件 他想要拿里面的文章 他为什么要拿这个动作 而拿这个动作之后 栗战书第一个挡住他 习近平又挡住他 而且习近平是看到胡锦涛的动作之后 马上就叫随后把他给擒凑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微博 在中国大陆的求是杂志 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官方媒体 都已经没有胡锦涛的名字代表 对胡锦涛的追杀已经开始了 所以胡锦涛昨天的动作 到底代表什么 而这样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腥风邪雨 还有大家就要问的是 那习近平你凭什么 你一个人可以掌控整个中国 为什么中国现在团派团灭 整个团派都不敢跟你为敌 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 就特别提到 习近平追求对中国的掌控 瞄准习日劳幼 刚刚讲的 我过去的恩人 胡锦涛 我可以当众给你来看 我帮你擒揍 而今天他给赌掌大卫 扫出前面障碍的关键人物 是王岐山 他是他反贪腐的重要大将 就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这一段时间里面 反贪腐的刀杀向谁 全部都杀向了习近平的亲密友人 甚至他的七舅姚庆 我如果可以动姚庆 我就可以动王岐山 所以你就看到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恐怖统治 而这个恐怖统治 就是以反贪腐为名 反贪腐的大旗 每个人都有黑资料 每个人都有一些七七八八的脏事情 所以现在习近平就利用所有人的弱点 统治中国 在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人黄伟瀚 也教我们的讨论 伟瀚你好 老师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才知道 什么叫专制统治 宝姐你知道吗 事实上从2012年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他们预料到有今天 他们绝对不会做当初的决定 特别是里面关键的两个人 一个叫做胡锦涛 另外叫做王岐山 为什么这样 事实上他们两个是习近平能够掌权最重要的两个人 抱歉 那2012年当时 我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 当时其实总书记人选并不是习近平 当时的团派要的人叫李克强 当时的江派要的人叫做薄熙兰 习近平都不在名单之上 后来是因为双方各退一步之后 于是就选出了习近平 习近平在9月的时候 他还不愿意当端主席 我们知道他不是有一段时间不在吗 不在的时候因为有红二代人不服他 那谁去押住红二代吗 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他去跟红二代说 我们就支持他吧 支持习近平 因为王岐山是红二代的头头 所以等于是王岐山加上胡锦涛 两个人是拱上了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在执政的过程里面 对他们两个一开始是毕恭毕敬 可你看到今天为止 保险我这样 什么叫做狡兔死走狗胖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在这次二十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去对待胡锦涛的 胡锦涛你要看个文件 你可能发现到这个文件的样子 你想要翻阅 我连翻都不想让你翻 你搞不好有想要什么动作的时候 我让你有动作机会都没有 演了这一出戏 让你在二十大里面 被我请出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会场里面 他就是告诉你 胡锦涛你对我有恩没有用 那我可能过去 你要求我做 比如说像胡春华给团派一个位置 或是你的儿子的仕途 没有这回事 没了 现在是我当家 没有这些东西 那你知道现在胡锦涛在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幕对不对 王岐山在中国完全是看不到了 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一幕 他们只知道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没了 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 但是你现在去看中国所有的 能够找到胡锦涛网路上很多资料 微博的资料 已经完全都被清干净了 所以今天不是这一幕说 我今天这是习近平的bodyguard 我把胡锦涛的bodyguard 等于强制到 把胡锦涛请走之后 我不是把你带离了人民大会堂 我是根本把你带离了所有中共可以控制的媒体了 而且那后来他们这个 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说 他后来身体就好了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按照惯例来说的话 他们二十大的新领导人 会跟过去的党国大佬再见一次面 这一次面的名单里面 就没有胡锦涛 所以就表示什么 胡锦涛已经被这个习近平 把他逐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名单 被放逐了 如果他身体好 他可以再来见 当时所有人都去见了 但是就唯独胡锦涛没有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整个迹象 如果接下来要清洗胡锦涛还有团派的人马的话 那就告诉你 他现在下一把刀就会展向胡锦涛 所以说会有一个大清洗的开始 那时候大家会说 习近平凭什么你一人之力 你本来是截然一身 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派系 就因为你没有什么样的派系 你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你才可以两边相斗的时候 选你一个最无害的习近平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 党内没有人敢跟你斗争 为什么现在你可以大权一把刀 现在华尔街日报居然告诉我们了 原来现在反弹部还在打 还在杀 而且反弹部这个大刀 现在杀上谁 居然杀下王岐三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能够一统天下 他要掌握很重要的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钱袋子 一个是刀把子 那军队谁给他 军队就是胡锦涛给他 胡锦涛他情愿在2012年的时候 他裸退让你担任 那江泽民他还多担任了两年的军委会主席 按照胡锦涛的任期 他是可以当两年 他又再当五年 所以问题是他裸退交给习近平军队之后 从此习近平慢慢掌握军队之后 胡锦涛再也没有办法动摇我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钱袋子 钱袋子要由谁来掌握 他第一个时间就找上王岐三 为什么王岐三知道 王岐三过去曾经担任过 中国的各大的财经官员 他都当过 他对中国的财经相当的了解 所以透过他 那他上来之后他怎么去杀 而且他又是红二代 红二代的头子他挣得住红二代 所以红二代没有人会反他 习近王岐三一出来之后 你看他砍了多少红二代 砍了多少人 你知道一开始开始在斗掉谁 军中势力 什么郭伯雄 徐柴厚 那些全部都被他斗掉 另外令计划那些 也都是他处理的 都是王岐三处理的 他帮他砍掉多少人 砍掉多少人的问题是 你知道今天我习近平稳下来之后 我砍向谁 我是砍你王岐三啊 那怎么砍你王岐三 又是狡兔子走狗疯 我怎么砍你 第一个你知道 去年我们就讲任志强 任志强其实是跟王岐三 关系非常好的 我这样把他抓起来 另外一个 前中国中央的这个巡视组的 副部级的这个专员叫董红 他其实以前是王岐三的这个秘书 他把他抓起来 另外还有个 中国赵三营行的前行长 就是中国的 中共的副主席 王岐三的前秘书长 田慧宇 我把他抓起来 这几个都是王岐三的好友 跟他的部署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特别 这个人叫王岐三的这个妻子 叫姚庆 姚庆 那姚庆是谁呢 其实他不需要看王岐三 他也非常厉害 因为他的 他的爷爷叫姚依林 姚依林是中国 曾经担任过副总理 所以他其实也是红二代 红三代 就不像现在 习近平也砍向他 所以知道习近平现在是 不论是谁 反正你只要是可能 你跟王岐三有亲近的 我全部都砍 即使是你可能是姚依林的后代 我照常都砍你 王岐三为什么被认为红二代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他为什么会被提拔 就是因为姚依林的关系 所以你今天 你敢动姚家 你就会动王岐三了 所以你说到时候 事实上习近平在这几年 他怎么扫掉 他先借用胡锦涛跟王岐三 扫掉大家的势力之后 我最后再砍向他们两个人 所以现在就完成了 完全大一统的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本来以为说 反贪不过你上任了以后 你要掌权抓权的一个武器 没有想到 今天这个肃杀的气氛 这个反贪腐 这个大刀还继续杀 因为每个中共的党员 领导人你的干部 你一定有些七七八八 坑坑八八的烂事情 全部都被习近平掌握 所以没人敢反他了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习近平跟王岐三 他们砍了多少人 譬如说像陈远 陈远是谁 是陈远的长子 他这样把他砍掉 另外还有孟建柱也被他砍掉 包括说很多这个公安部部长 孟宏伟 还有孙力军 这些全部都被他砍掉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的砍的步骤 是有非常多的步骤 先砍向包括说红二代 或者说军中势力 再来政法委的势力 全部都砍掉 他等于是慢慢的 把借由反贪腐的力量 把这些势力全部砍掉之后 再安插我的人上去 我就完成了大一统 但是最后呢 我还必须要把这个反贪腐的 偷偷的请他也要离开 让我的人来反贪腐 那这个人就是王岐山 我就必须要把王岐山请走 然后清理你之后 完成我整个大一统的这个状况 所以中国是雨天斗 雨地斗 其乐我就是斗没完的 对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今天还有非常有意思的 新华社今天就有一个文章 他就说我们新领导阶层诞生的过程 他在那边讲了非常多 他说有领导主动退下 展现这个高风亮节 保洁 我跟你讲 谁会主动退下 这是他还故意要讲 他说他还说 不过来我们这个领导人不是铁椅子 不是都谁要做 他说有领导主动退下 展现高风亮节 但主要讲的是谁 主要讲因为现在是七上八下的过程 而且他说有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 问题是保洁你知道 这些年纪 其实有了跟退下来的王阳 你看差不多 所以他为了帮这一次的领导说话 他还弄了这个文章出来 而且他还讲到说 这是什么 这是习近平选的 那习近平他还说什么 新领导成员要什么 这个应当什么 政治要去应啊 然后对党忠诚啊 政治判断力啊 然后政治领悟力强 政治执行力强 是两个确立的这个坚定拥护者 两个维护的这个所谓自觉执行者 也就是说所以 他这都是习近平选出来的一个状况 那告诉你什么 这个领导就是习近平说了算 他从今年初就一直选到 现在为止选出来这些人 然后还要故意说 有领导主动退下 其实这完全就是习近平 个人意志的展现 所以董事长 这些文章很困惑说 习近平凭什么 现在没有人敢烦你 为什么之前呢 团派什么的 全部团派团面 你不要这样 过去总有红弹 红弹弹也没有了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嘛 就现在搞了半天 华尔街日报讲 他反贪腐还在继续搞 每个人都有一些七七八八 乱七八糟的事情 全部都被习近平掌握在手里面 他这把刀 他居然就砍下了 过去对他有功的王岐山 连你的妻职 你老婆的侍子 是姚依林的孙子 你连他都敢杀 杀完了以后 他就特别强调 新一代的中央领导 要政治过硬 要对党忠诚 要有政治判断力 要有政治领悟力 要有政治执行力 这是两个确定的坚定 拥护者 两个维护的自觉 践行者 讲白了 要我习近平的忠诚 这个跟随者 对 所以他你注意到 他的崛起的过程 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 他跟薄熙来的斗争 对 他跟薄熙来的斗争 他把薄熙来干掉 周永康干掉 那个基础的出现 第一关过关 为什么能够 他干掉这两个人 薄熙来也是老干部之后 他也是老干部之后 因为薄一波的做人 跟习近薰的 跟习仲勋 习仲勋的做人两个 在党内的口碑不一样 薄一波喜欢得罪人 习仲勋非常会做人 所以很多老辈的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低调 长拙 你看刚刚帮这些领导 搬桌子 搬椅子 呵护等等 非常低调 在当副主席领导之前 都非常非常低调 温良恭敬让 从来不表示任何意见 你没想到他今天变得那么厉害 第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他是非常得到 人望的红二代 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反贪腐 反贪腐他做了两个重要的事情 他第一个事情就告诉你什么 他学西方国家学台湾一样 他清查所有听处级以上的官员的 所有的财产 那听处级官员 通常要自行报财产 报财产应该像我们台湾 如果报财产的话 我们的监察院就公开 公告大家可以查 他不是 他报给中纪委 他纪委把这个财产的 财产的资料收集起来以后 那些问题大家都害怕 我胡子家当厅长 我财产报给你 万一哪天整我怎么办 他就很简单 他说不会 他说我会把你装到信封里面 密封起来 我们不会看这个财产 但什么时候看 我斗你的时候拿出来 他说这个厉害 他已经把柄了 每一个人都乖乖地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听出去的时候 每一个人乖乖把财产都申报 这个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报得整整齐齐地 报给中央 真的都交出去了 当然他听话都不得了 他们不知道谁会搞你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这是第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好 这个事情来了以后 他后面 他要把反腐一直成功了 对不对 后面又来更狠的一招 倒查20年 那我请问你 共产党这个20年下去 哪一个人没有贪污 那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一百 只要当到厅处长 一定贪污的 所以等于说全部都中 所以他干掉了百万官员 你知道吗 大家的问题 他是选择性的干的 他说带子 带子是他的口袋 我搞谁 打开来搞你 共产党的后代 一句话很有名 老子英雄而好汉 对不对 我打下江山 那我留给谁 还有老子造反而混蛋 所以他关键是 他是好汉 老子是英雄 老子英雄而好汉 所以他的血统论很重要 所以一些老干部的血统论 非常重要 像胡锦涛这种 都不是打江山的血统 是习近平跟薄熙 这种才是正统的血统的 所以这个叫正南起的 跟正苗红 跟正苗红的 所以他们才是 传帮接待的人选 你知道吗 可是习近平抓了这个权利以后 一个反贪腐 啪狠狠地给你干 干到今天为止 他就是替共产党人 接着掌握了这个江山 所以这真正的关键在这里 然后手上抓了一堆人的黑资料 我请问你 哪个人不怕他 哪一个人不听他的话 你以为这一年来 半年来的中间过程 这些老干部没有跟他谈判吗 北戴河没有谈判吗 有 当然有啊 这问题谁谈得过他 东西在我手上 对 你听话 听我的话没事 东纪委在我手上 武警在我手上 军队在我手上 媒体在他手上 我先跟你抱两下 你就挂了 你吓了吓死了 对不对 所以乖乖地一个一个听话 所以他这种干法的情况之下 他对内的掌权能力是非常非常稳固 再加上更来更厉害一个 就是数位化管理 他所有的东西 现在人眼边视系统 所有的AI的系统 他对所有要造反的可能性的那种 事先预防工作 对 做得比谁都要彻底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维稳的经费投入者 三千亿的美金一年要干 那这个国家他怎么不能够掌握 你不要看他带了一堆 带了一堆小弟 带了一堆小弟在那边就干了跟真的一样 他一个人干 他掌握了全部的权利 他一个人干 他一个人干 他就干到你现在 你看他大家都吓得吓死了嘛 所以那这个变成中国官员变成 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好 你现在一搞我 我也不敢干嘛 怎么办 就是要躺平嘛 躺平什么意思 就我不干事了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那怎么办呢 你交代的任务我拼命干 李强就是这种人 你交代我清零对不对 你把清零是一分对不对 老子给你干一百分 干得天路人院 干得我清零全上海都垮了对不对 这个表现够不够好 够好 好 那中常委 就是说 搞过分 搞过头 表示什么 表示忠诚度 你知道吗 越搞过分越恶劣 动态清零 越恶劣 越彻底 越过分的这些输位 这些家伙 通通都可以保存 所以上海搞烂没关系 搞烂另外一回事 你觉得你今天党没有掌握到 国家机器没有掌握到 你掉老代瓜 你搞烂 你又替人民招想一个屁用 替自己的老代瓜着想 所以李强为什么这种人 上海搞那么烂 但是忠诚度第一名 好 所以四周 刚刚讲的 上海真的被李强搞烂了 刚刚讲的 最近段时间 上海非常有名的建筑物 或是上海 全部都要卖人的 因为不卖 在上海活不下去了 包姐 果然是真的要是 党的这个性格要够硬 党格够硬 才能够担任新领导人吗 那好 那他做李强做到什么程度 你看他四月这个封控的时候 做到天鹿人院 做到什么 做到外国人大撤退 我就说现在几乎在上海 你很难看到外国人 外国人都吓傻 是假的 你知道大家都吓傻 他这个国际都市 包姐大家都很怕再被封 那有没有可能会再被封 随时都有可能 所以我很多朋友 以前在上海有很好工作 他们现在都不要 都跑了 都宁可不要 在那边不要工作都没关系 回来台湾没工作都没关系 也不要再去上海 你知道多恐怖 事实上现在以这个上海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宝格丽公寓 宝格丽就真的就是 大家认知那个宝格丽 真的吗 对 就是他们来跟他合作了 合作的时候你看 合作之后做这个 这是宝格丽公寓 对 做这个宝格丽公寓 它这个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公寓 它这个公寓来说的话 你看它的装潢 你看这里面有宝格丽的名字 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装潢 都非常漂亮 你看专属的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更衣间 那你看浴室 那卧房是这个样子 那然后事实上这个 就过去都是很多外国人 住在这个地方 就没想到现在 这个宝格丽公寓呢 已经大家外国人 都没有人要住的时候 中国人当地也没有人要住啊 以前像这样的房子 宝格丽当然是新的 可是以前类似这样的房子 它是一位南球 一位一位南球 所以宝格丽才用重资 我要在这边进行投资 你知道租一个最小单位 一个月要花30万的台币 可是当时还是供不预求 可是现在没人要了 而且你看 它事实上一家一房的话 要月租要5万多人民币 你大概乘以4 你看要20万 那个加一房的话要6万多 那你要6万到12万 那你看三房的话 最高到15万 15万你乘以4的话 保洁人家一个月要60万 那当时是完全供不预求 现在是大家都不愿意去住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持有 导致说持有这一家 持有这个宝格丽公寓的这些 它现在这几年 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亏损的局面 前几年它认为说会赚 就现在累计 现在已经变成亏 那现在未来怎么办 因为没有外商来了 对 外商都跑光光了 那事实上你看 我就讲嘛 它事实上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你看还可以看到外滩的景色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东方明珠塔 还可以看到浦东 所以这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是相当受到商务客欢迎的地方 这就叫商务公寓 对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完全 而且你看还有水疗 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这个专属的 他们巧克力 宝格丽的巧克力给你吃 还有这个类似的 这个所谓酒吧在这边 它真的是一个 你这个公寓有酒吧 for商务人士的 就现在大家完全都吓傻 完全跑光光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空房屋的这个危机 因为我们讲 上海最近的 这个你真的去看 上海最近来说的话 到处都是贴出猪售 或是说整个上海 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很少 而且那李强最近还做什么 他最近还有些 其实上海还有部分 零星的疫情在发生 还在封 他们还在封 有些地方真的就是 还是被封起来的一个状况 那很多商店都因此 就倒闭了一个情形 那甚至连外商这个上海第一代 太平洋代为师 他就说 现在整体的这个 上海的这个租房子的这个状况 特别是所谓的 酒店式的租赁来说 下跌了66% 对啊 下跌66% 就是表示说 大概那种中高阶 会租酒店公寓的 大概就是比较中高阶的 商务人士 现在几乎都完全不在 所以你看 大家在等 要买房子的人 他说 大家都在等更急剧的跌幅 才愿意出手 所以现在还没跌到底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对上海的 这个房地产来说 大家都恐慌说 应该还没有跌到一个底的 这个状况 所以你想把上海搞成 这个还可以当总理 没办法 因为他党性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现在整个这个包括说 像我们到过去 有非常多的游艇 他也会停在中国 他现在也 因为他主要来亚洲发展 就是要靠中国的市场 就他现在宁愿就说 那我就退出整个亚洲市场 那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连 中高端的这个海外销售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你不用讲 在四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四月之争 当时四月被封城的时候 整个上海人所有他们的 当初的画面是这个样子 就没想到现在 四月之争你讲的越大力的时候 转的越凶 你就会封的越凶 但是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导致大家 对四月上海封城 三四月上海封城 非常紧张的人 现在李强 准备担任这个总理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外国人 或是外资会吓傻 如果他真的搞得 这个全国来大封锁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经济怎么看得了 好所以回答 刚刚讲到 习近平现在这个出手 现在的二十大一中全会 公布了这些名单之后 甚至你这样子去对付胡销刀 大家吓死了 觉得你没有在搞经济了 你也没有要跟世界接鬼了 你完全是要重回井冈山 重回井冈山 你干嘛 闭门造区 你不跟外面联络 大家吓死了 连孟哥 我其实很佩服孟哥 孟哥很多的书我都有看 他陪惨了 他有剃帮 真的是陪惨了 而且事实上应该是说 从礼拜一开始 那斯达克他们有一个金融指数 这个金融指数 竟然一天之内下跌了14.4%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单日跌幅最深的一次 那其中跌了很重的 当然就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 这一些都在美国这边有上市柜的这些公司 结果你知道大家都开始讲说 现在跌的这么凶 那一些看好这个所谓的 看好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一些投资人 现在真的是满手赔到不知道怎么赔 其中被点名的例子就孟哥 那孟哥是这样 他其实是用他的洛杉矶的报业公司 他是那一家报业的老板 然后持有这个阿里巴巴这个股票 当时呢持有的金额是大概230美元 230美元他买了60几万股 然后呢结果这是2020年的事情 在2020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说 继续加码 他认为这个整个阿里巴巴 虽然其实阿里巴巴在当时 这中国已经开始砍他 已经把他打了一个营运状况很不好 但他说我跟你说 我每一分钱投资在中国 都会远好于我每一分钱投资在美国 都话讲这么硬 然后第二件事情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那如果中国投资真的这么好的话 那为什么巴菲特不投资那么多 像你一样买那么多的阿里巴巴在手上呢 他还说 每个人对于自己心头所好的股票 各自有不同的解读 但我认为我每一分钱投资在中国 都是未来成长性很大的 其实我这话说到现在 到今年2月你知道 他竟然把阿里巴巴的持股对半侃 不仅持股对半侃而是股价更是留话听 股价从刚时我讲的最高到230美元买 结果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跌到119美元 结果他就是说嘴巴还是硬的 觉得没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持有 就继续持有你知道现在变多少 现在到60几美元 已经跌破了当时的发行价68美元 所以孟格确实是在这次阿里巴巴的投资上 就是踢到铁板 但是孟格并不是其中唯一的人 这显示说当整个美中贸易 开始大战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一个不确定性 中国的风险升高情况之下 其实有很多的美国相关投资人 是没有注意到的 也因此就纳斯达克在最近 尤其是在最近的情况 他们9月10月的时候特别下令 下什么令呢 对于中国小型的这些公司 在美国要上市的 他们就说严格把关 严格把关结果就是从大概10月以来 已经有十几家全部都停摆 不愿意让他们在美国上市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最主要是他们发现 这些中国小型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波动实在是太惊人了 多夸张的 一家他其实是在香港的一家 金融投资公司 他叫AMTD 这家公司他在美国上市 7月上市的时候 他竟然一个月之内涨多少 320倍 涨了320倍 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中国服装的一个引喜公司 他在8月上市的时候 他一个月之内也涨了130倍 结果你知道吗 他到了9月之后整个跌了98% 所以结果就跌回一点 后来美国的相关的主管机关就认为说 这个中国的中小型的公司真的风险太大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账目根本看不清楚 因此就叫他们一个主管机关要严格的审查 要去审查 所以他们后来很多的投资行或者是说帮中国的中小企业到美国上市这些人都发现说这个气氛真的不寻常 以前都没有问到这么细问到这么多的 现在竟然问成这样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投资机构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排中效应 现在连美国政坛 美国的议员而且是不管这共和党或民主党 同时都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交易采取更严格的态度 刚刚讲的为什么习近平会把门关起来 为什么开始我要忠诚不用继续发展 硬没得发展了 美国确定跟你脱钩了 美国确定跟你脱钩 就像什么 你面对了国民党的几次围剿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重回井冈山 重新打游击 所以刚刚讲到 现在美国对中国 我根本不管你做什么 他已经是全面封杀了 没有错 你只要敢跟中国搭上边 我管你是伊尔马斯克 管你是台积电 管你是三星 管你是海力士 通杀 通杀 隔杀无论 第一个是伊尔马斯克 伊尔马斯克很有趣 伊尔马斯克之前说出了 这个亲中的言论 亲中的言论 马上 竟然彭博社今天出来说 美国竟然要对伊尔马斯克 做所谓国安审查 表示说 他对于这类的事情 是一丁点都不能放 连伊尔马斯克都要动了 对 而且这种国安审查 当然你要去断伊尔马斯克的技术 断伊尔马斯克的金流等等 要找谁断 找台湾断 所以我们昨天有个很有趣的 中央社送到北约官员示警 说伊尔马斯克在中国 有错综复杂的商业网路 他间接与八月对台军事的封锁 有关系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跟中央社讲 讲给台湾听的 对 那为什么要讲给台湾听 很简单 伊尔马斯克 所有供应店在哪里 在台湾吗 他的特斯拉供应店在哪里 在台湾吗 那是警告台湾吗 他是告诉台湾未来如果美国要求你 不供货给伊尔马斯克的时候 你的正当性在哪里 很简单吧 伊尔马斯克参与了你封台的GMA 所以对美国来说很简单 就像我讲的 伊尔马斯克我不管你再有钱 我不管你技术再好 我不管你手握再多美国需要的科技 Starlick什么的 不好意思 我就是要求你百分之百忠诚 你也要忠诚 当然习近平怎么要求 他下面的美国家怎么要求 忠诚不绝对叫做绝对不忠诚 中共老化现在在中国 在美国一样 另外台积电可不可以牺牲 当然可以牺牲 英国基隆时报 出来一个新报了 他说台积电 他现在怎么定调台积电 台积电是一个受困于科技 冷战的台湾机片业者 最近股价跌那么多 台湾股市一直往下跌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台湾未来有 不要讲一半 三分之一生意不能做 你中国那些机片全部都不能卖 所以台积电会跌 台湾的科技业股票会跌 跌到什么程度 10月20时就昨天下午 全台积电人打开他的email 吓傻了 看到魏哲家 录了一个影片 跟大家讲 鼓励台积电员工 多休假 台积电员工说 怎么有这个多休假 他说 你以前是要三班制赶工 你以前是所有人你都要 你以前只有台积教程 你现在非台积教程你都要 你现在以前需求恐急 你现在叫人家休假 多休假 台积电什么时候多休假 每个人看了这个影片 因为是魏哲家是录影片 每个人看这个影片 以为我们看错 因为他说除三奈米以外 员工多休假 怎么会不是多加班吗 不好意思 没有产能的嘛 没有需求嘛 没有需求就没有产能 没有产能就没有开工 没有开工那里头多休假 另外三星海力士为什么被吸收 我刚刚讲 很简单嘛 三星Netflix中国占四层 海力士第一队中国占四层 不好意思 这四层你全部给我拦腰 斩断嘛 所以对于中国来 对于美国来说 一样嘛 你中国要怎么封锁 我美国一样怎么所有的盟友嘛 还有 现在美国的包含 英特尔这些公司 既然要求旗下 英特尔 微软 戴尔 既然要求它的中下游供应链 去普查 普查什么东西呢 你所有的半导体 有没有来自 IC设计师中国公司 你不是IC制造中国公司不行 连中国公司设计的都不行 他们要把它排除供应链 所以这真的来到一种 一刀切的时代 当美国一刀切 切这么狠的时候 那老共当然就回到自己井冈山 是两边比狠的 两边比狠的 中国刚看 中国对胡锦涛很狠 对不对 不好意思 美国对伊隆马斯克也狠 美国对台积电也很狠 可能台积电要多修价 他对华为更狠 他对华为更狠嘛 所以现在两边已经进入到 科技热战 不是冷战的哦 科技热战的时期嘛 两边都在封锁 都在比狠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中共狠 难道美国更狠吗 今天有一份这个 CSIS的报告 它这个很有意思 它做个调查 我刚才那个五十几页 我看头都昏了 我实在看不完 但它的结论很简单 它这个CSIS对了五百多个台商 对 做过调查 那台商因为中美冲突升高 将来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台商现在大量的退出中国 然后其中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美国台商知道 美国要大面积的制裁中国的科技 对 要科技制裁要开始 所以两个原因 一个是军事冲突 一个是科技制裁 所以台商 五百个台商重要的 全部要离开 但这个事情是今天的报道 对 那这两天上礼拜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开始二十大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美国的晶片开始的法案推动 是不是上半年就开始推动 对 你不觉得这时间很奇怪 都同一个时间发生 美国是不是早就知道 你二十大的情报了 对 CIA知不知道这个名单 知道吗 我认为知道 因为这个名单 不是当天拟出来的 我从头到尾都认为说 半年前就已经拟好了 他是怎么干的问题而已 对 他是我先想好这个结果 然后我再去套招 套出 各省开会 各市开会 跟你流程跑了一遍 照表 操课 跑完一遍 该保密该保密 其实不该保密不该保密 那我认为 因为中间的过程非常复杂 他又有什么 因为他在各地的 这个党代表开会的时候 就很多名单会泄露出来 所以CIA会可能不知道吗 照你这样讲 那胡锦涛也知道名单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开名单 都故意的嘛 当然是故意的 那是挑衅 那个开那个名单 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只是告诉你说 我给你老大老虎 这样而已 他跟 因为是皇帝 你要想 你不要想他是动台湾 好像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骂 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骂陈时中 每一个人也可以在赛事场 讲陈时中的坏话 也可以去对这个蔡英文提出意见 中共不是这个国家 领导就是皇帝 皇帝开始荣言大陆 你要守规矩 妄议中央是判死刑的 你要搞清楚 他可以把你关起来 妄议中央判死刑 你记不记得王岐山一个同学吗 他不是讲了就是什么 领导穿的什么 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吗 判刑多久你知道吗 多久 18年 一句话 一篇文章给你判18年 那请问你最大的意义分子 在二十大的会长上 就给你 给你闹嘴 给你出洋相嘛 对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出洋相 因为他知道 那个camera进来了 媒体进来 所以我讲的意思在哪里呢 所以现在的这个 我觉得美国中情局早就知道 也掌握了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 进入更独裁化 然后更民族主义的脉动 所以因为你想想想看嘛 他若是今天以后采取报复行动 习近平活不活大 活大 他三个月前就干了 我早就开始干了 我干完之后 你这个月 十一月份 我期中选举完了 是不是还要 习办会要不要会面 目前没有听说 都不会面 所以美国应该早有情报在手上 然后开始提前就发动 对中国的全面封锁 全面的绞杀 然后这时候大家不突兀 就干到干到就开始 干到没完没了 未来的十年 真正的世界大战 冷战的开始 这个日本的媒体 在他的头版 大大写着 习现在独裁 独裁了以后 居然出现了一个 中国经济沉默 然后纽约时报也讲 中国一个时代 就这么结束 这个结束这么好 改革开放没有了 是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一次呢 二十大习近平的 七个接班团队 亮相之后呢 全世界的媒体 达到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就是中国经济GG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日本不管是日金 或者是纽约时报 都强调一个东西 中国一个时代的 一个结束 这个时代结束 其实当时44年前 由邓小平所开启的 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 然后呢 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都看到中国的GDP 都是5% 6% 7% 8% 9%的成长 但现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洛克斐勒的一个 相关研究机构 我在金融时报讲到说 往后看十年 中国经济成长 可能连2.5%都难保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如果中国之前 不是讲到说 什么2060年要超越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 第一大经济体吗 这件事情可以在这一次 接班之后确定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它的整个经济成长率 受限于它的 疯狂清零政策 受限于外资大逃亡 受限于它人口老化这种种政策 现在中国经济看起来 真的非常不妙 而且这个萧条 居然可以从它的实力扬长 它的整个商业首都上海 可以看出来 上海我们在讲 你上海的理事会 不是大排长龙 要赶快出国吗 更可怕的是 它现在很多的商店街 精品街 名店街 以前都是人满为快的 现在空无一人了 现在看到的画面 你会误以为是 可能是去年前年 COVID-19很严重的时候 不是啊 它可是10月23号 也就是习近平公布 他七人团队亮相的那一天 你看整个浦东机场 都没人 都没人 非常夸张 而且拍这个影片的人 他自己说 我在那边常常惊惊处处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五光十色的上海东方 这也太冷清了吧 变得如此暗淡 变得如此寂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 真的是出现一个大问题 整个上海目前为止 最为热闹是哪里 竟然是美国理事馆前面的 你看10月24号 你看那个七人街团队一出现 10月24号大牌常龙的地方 只有美国理事馆 大家都有能力的 有钱的 赶快 大家想要办一个签证 办一个护照 赶快来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再不跑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中国习近平所推出的 共同富裕政策 要不断一层一层往下拨 要不断不断的要共同富裕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上的人 他们在中国可能都是 所谓的高薪阶层 甚至是财富阶层 现在这些人全部都想要 都想要赶快逃离中国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说 怎么好凄凉 整个上海唯一热闹的地方 竟然是美国理事馆前面 那有一些人还是想说 你这样封控下去 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全部都还在执行封控 你这样封控下去的话 我们饭要不要吃 我们生意要不要做 所以有些人真的受不住 受不了了 好 只能怎么样 就偷偷的开 偷偷的营业 偷偷营业之后 就人家说没有办法 你看像这家店 他说不行啊 电珠要缴 他只能要营业 营业没有多久才开个半个门 马上又被举发 大白就来了 马上又要查你 那要不要让人家活啊 你活不了 关我什么事 李强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 你活不了是你家的事 我李强升官是我的事 而且你刚刚看到了 现在上海 美国驻上海理事馆 有这么多的人想要跑掉 跑掉以后我不知道 人跑掉了 钱就会跑掉 而且现在 中国人想把钱移开 那是已经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现在新加坡 出了一个消息是 我现在很多中国人干嘛 我要赶快去新加坡资产 至少我语言可以得通的了 那我去新加坡资产 我就买房子吧 可是你要被抽40%的 40%的印花税 你要受很大的损失 他们还是要去 是 就算你扣掉 30% 40%印花税 代表我还有五六十% 如果你留在中国 可能变0%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相关的数字统计 光是今年 大概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的移民最多 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 大家往外跑嘛 因为那边打仗啦 就第二个国家是哪里 就是中国 他说中国大概有 一万个富豪 就逃离中国 而每个人平均贷了 480万美元的资产 换句话说 光今年 大概有480亿美元资产 逃离中国 第二件事情 您刚刚提到了 逃之后 你要逃去哪里 最主要就逃到新加坡去 所以他们有一个 相关的数据统计 他说呢 今年前8月 光是新加坡 就是中国富豪 跑到新加坡买豪宅的 有932套 负那个所谓的豪宅 然后这个932套 是比第二名的马来西亚 足足多了一倍之多 然后呢 他们还有另外的数字是 有一个大富豪 是那个福建人 他说什么 我今年以来 我已经花了 大概快要8500万的新币 买了20套 20套 给他买了 8500万的新币 你倒是多少钱 多少钱 19亿台币啊 他买了20套 这有钱都跑掉了 他告诉你 他有告诉你 他说我还要再买10亿 所以你就知道 还要多有钱 那现在他们就说因为新加坡市长 新加坡有一个移民的方案 就是你一口气 如果投资250万新币 也就是相当于台币 我那个5000万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个成年人可以移民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买10套 20套30套 代表了他可以取 全家带到国家 全家族要跑 全家都让都要跑 所以你就知道 然后而且我刚提到 新加坡为了避免这些 所谓的中国富豪 不断的来炒 不断的炒 把他们新加坡的房地产炒高 所以他们在去年几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把他们的一个印花税 日买房的这个税金拉高 从原本在20%左右 拉到30几% 在这种情况之下 30%就等于税 税缴了30% 台湾的豪宅税15%就送不了 3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花了8500万新币 买了20套房的福建人 他光印花税 他缴了3000万新币 6亿多台币 6亿多台币变缴税了 对 但他说不要紧 他甘愿 他继续买 没办法 因为他不买的话 他所有的钱 全部留在中国 全部可能未来都会被共同富裕 所以提问 你在中国 你等于说 你也是做国际关系的 你对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了解 你中国也有一些熟悉 真的这么惨吗 对 经济状况真的很惨 因为我自己的朋友 好几个在中国大陆经商 或者是说他们在 当这个一般的职员来讲的话 原本来讲 比如说一般职员 他做个店长 他基本上的话 一个月薪水 大概有1万多块的人民币 算不错的 对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后来他们开举这种 所谓封城 或是封区的这种效果之后 所有商场卖场没有人要去 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 他现在一个月薪水 顶多就3000多块 然后3000多块人民币 怎么活下去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降低很多 而且这样持续的半年以上 时间要三成了 对 然后你要一出门 一出门不小心 然后你的二维 那个所谓的 这个健康码 全部又变色之后 然后你要被封起来 所以你要到处 不断的去做核酸检测 所以大牌长龙在做核酸检测 这是事实 包含我们学术交流的 一些单位的老师 也都是在做这种核酸检测 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件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在做疫情的 这样的一个管控 这根本就是在做维稳 在做增加的概念 安全管控 安全管控 因为你这些人跑来跑去 然后你可能跟 比如说跟外国人接触 跟谁接触 然后你们就开始串联 或者是说我相信 这些共同富裕的接下来 可能中国大陆会有一波 包含富豪们 根本就不能出去 连出去都出去不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在美国总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在那边排队 赶快跑 对 要跑现在能够跑 赶快跑 不然的话接下来的话 正至于整个到明年的 两会之前来讲的话 可能都有一波全面的风控 另外就会想到 在整个风控里面 有一个人恶名昭彰 就是上海的书记 他这个叫李昌 结果现在你居然一下三几条 变成了国务院的一个总理 就搞了半天 现在这个全国学李强 全国学李强的官 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的风控不但没有地减 还越来越可怕了 是啊 你要升官 你就要学李强 你不然的话 基本上就打包走了 你就跟胡派一起走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 就是说李强他的这事情 发生了 这包含他的家乡 既然还有敲锣打鼓 浙江温州的这个地方 敲锣打鼓来 来跟什么歌颂他们的什么 他的那个李强来讲的话 他能够上位 但是问题是李强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真正上位 没有啊 就是封城而已 但是后来呢 顺春南执行的这个 就是说带来了习近平的指令 说全面封城 全面封城 不能做什么约翰过封城 结果他就乖乖地照做嘛 照做之后 这样子过关 所以你就可以当这个 所谓未来的国务院总理 所以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这个升官模式 其实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么一样的 现在河南就穿穿什么 这太夸张了 他现在居然在路边 你出现 你以为是电话亭 没有 这个东西嘛 这个我表现就塑胶布 把你封一封 封一封 你在外面 我发现你可能有感染 或者有问题 我就直接 把你丢到这个塑胶布里面 就像电话亭里面 然后呢 他更可怕的是 我怕你跑掉 我上面又有这种针刺 你跑都跑不了 现在包括李强隔离帐篷 你就直接把你塞到里面 那不是跟这个等于说我现在随时都在抓人吗 他可能是软禁的概念 或者是所谓的 就是说 居留软禁了 然后不让你这个随被移动 所以人口不移动的话 就基本上就认为说 这个就可以维稳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的防疫政策 完全都不是防疫政策了 但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今天来讲 他要先处理掉这个防疫政策的 要改变 他敢改变吗 他不敢跟习近平讲 清零政策要改变了 因为清零政策是习近平垫下来的 所以他怎么救经济 他国务院是主管经济 主管中国全国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完全没办法动的情况之下 他只能问老板 又是问习近平说 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习近平没有办法去 把清零政策拿掉来讲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是崩溃的 是无救的 下面 刚才讲 现在 十二十大之后 全世界中美的中风波 会越来越激烈 对台湾讲 周末又有台风 周末又要有大雨 而且要连下五天 然后这个 他的路线 他的位置 跟向神非常类似 对确实保杰哥没错 现在台湾真的在这个周末 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 一连五天 这个风暴感受会非常的激烈 因为现在台风 我们通过这路径图可以看到 逐渐的在往台湾来靠近 而且现在预测时间 是到礼拜二 他未来还有机会 继续往北走 从台湾的东部近海来通过 甚至不排除会有登陆的可能 那当然现在 我们都讲到现在冬天 对不对 冬天什么比较强 东北季风强 所以变成说 你在共犯效应状况之下 在整个东北部地区 迎风面这个地方 这样雨就会非常的明显 又来了 你记得上上礼拜台北 淹成什么样子 甚至宜兰路也崩塌 对不对 小心在接下来这个几天 都还有可能会发生 类似的状况 有可能再来一遍吗 对没错 因为现在预估看起来了 现在预估大胆看起来 其实到时候山区的雨量 有可能又会像上上礼拜一样 来到破迁 但是还是有个淡书在 因为现在各国的路径 是比较分歧的 因为有人认为说 过了旅宋岛之后 到了礼拜一有的认为会北转 但是有的认为它会往广东 跟福建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如果说它是 往广东福建来走的话 那风暴我们就送给中国就好了 就没我们台湾的事了 我们就会夺过 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有人认为说 从东部走 有人是往福建的方向来走 但是你注意到 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在于礼拜一 它进入到南海之后 礼拜一 海温的还是来到30度以上 所以它出海之后 有可能增强 如果一旦增强 它就有可能会往台湾的方向来走 因为它可以突破北方高达的势力 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增强的话 因为近海的 这个海温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一旦进到这边 速度比较慢 就会受到低层引导气流往西走 那刚刚保洁哥你提到一个重点了 这个台风看起来好像似曾相似 什么时候都看过 2000年的象神台风啊 象神台风那个时候 它的路线它的时间都一样 当时它象神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就是现在10月底到11月的时候 而且路线一样哦 从旅宋岛过了之后 出海往北转 而且就是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那个时候象神台风为北部地区带来了 超过1054毫米的一个雨量 所以当时淹水状况非常严重 整个东湖细止水淹三层楼 那也就算了 其实道成死伤很严重 那也就算了 甚至在桃园机场还发生了 新航空难 以前我们小时候听到新加坡航空 没有试试过的 但是就败在象神的手中 因为当时风非常的大 风强宇宙 我根本看不到前方的道路 所以我就从原本这个05 L的跑道 冲到了05R的跑道 所以撞上了什么 撞上了当时在施工 撞上了这个怪手 你看到 跑到施工的怪手整个被撞翻 所以当时 因为他飞这个LA飞录卵机 所以油料非常多 飞机断层三结 整架飞机陷入华海当中 当时全机 上面乘客加机组179个 只有几个人死亡 79名乘客加4个机组人员 所以这次事件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接下来 所以就算已经到了11月 还可能风强宇宙 对 所以在接下来 包含礼拜天晚上开始 降雨的部分会开始变得明显 但礼拜一就要留意 这个台风的动向 你会看到所有的华人世界 甚至正常讲的 国际媒体全部都在报道 刚刚讲的那个话片 对 胡锦涛 是 上一代的国家领导人 对习近平是有恩的 如果不是他出手 现在还是周永康 还是薄熙来的天象 还是整个过去的上海帮的天象 是 就没有想到 你过去一直在包含习近平 就在这么重要的场合里面 刚刚讲的他是不想走的 在不想走的状况下 硬被拉走 姐这几天大家都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我敢跟大家保证 这绝对是中国共产党刻意为之 所以是习近平刻意做了一件事 刻意干的 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说 胡锦涛已经是过去式了 团派已经是过去式了 过去所有一切完全都过去 以后是我习近平说了算 这个因为 可是他是要这么凶害吗 你刚刚讲的 大家都知道 你现在习家军掌握天象 可是你还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我连胡锦涛都敢动 我有谁不能动的 习近平就是要连你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 你要因为我们先还原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被拍到 保洁这个画面是出现在 这个二十大的闭幕式 要开会之前 照理说 如果今天这个中国的新华社 是说他胡锦涛身体不舒服 好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胡锦涛坐下来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把他请走了 身体不舒服就可以 甚至说可以不要让他来都OK 可能胡锦涛今天都来了 坐下了 他都坐下 坐下之后 那是为什么会被拍到这个画面呢 主要因为他坐下之后 你看外媒已经进场了 外媒进场之后 你才故意请 这已经就定位了 把他请起来 所以我就说 这是故意让你看到这一幕的 那故意看到这一幕 你仔细来看 胡锦涛似乎还要拿手去 翻这个习近平的文件 他习近平文件上面有一张白纸 要翻他的文件 就要翻他的文件的时候 其实当时习近平第一个时间 伸出手来 把他挡住 你看这个手 他要拿去 他要去翻着 他要去压 拿着一张纸 就没有他手压下去之后 然后后面那个随护 也把他手压下去 就胡锦涛似乎很生气 很生气之后 他就不愿意起来 不愿意起来 一直在那边抵抗 你看他手 还要拿纸 对 那后来呢 王沐领在旁边 也很紧张 这个立战书在旁边 也很紧张 很压抑 就后来呢 胡锦涛还是被人家架了起来 架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 保健道 他离开的时候 他仔细看了一下习近平 看了一下习近平 习近平似乎往背后 就要看了两句 两三声 完全不理他 后来他还拍了拍 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也非常非常紧张的 吓得脸都歪了 但是其实呢 最有戏的不是他 最有戏的是 坐在胡锦涛旁边的立战书 你看立战书在 他在旁边擦汗 才擦汗一下子的时候 就好像胡锦涛想要起来的时候 他还原本想要帮忙 想要帮忙的时候 就这样 王滬林把他拉住 王滬林在后面把他拉住 说你不要擦手 不要擦手这件事情 后来那胡锦涛离开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看 如果是他真的身体不好 好有戏哦 如果是他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应该是走了很慢 可是你注意到 他走得不慢 走得还不慢 就这样离开了整个会场 所以这整个画面里面来说话 还有另外一个人 叫胡春华 大家都可能没注意到 胡春华当时是怎样 整个画面过去 大家都是这样看 有两个人很有戏 一个胡春华 胡春华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李强 李强是在旁边笑 所以他在市场 这整个画面告诉你什么 保健康你仔细看 这到底是出什么画面 你把栗战书想去查汗 去查汗对不对 栗战书这一次 就被逐出中常委的名单 而且刚才讲到 他吓到查汗 吓到查汗的时候 他本来想 他其实听说 他是一个人蛮好的人 他就要想去扶胡锦涛一把 我就在想扶胡锦涛一把 旁边的王胡林 把他把你拉下来 你不要乱动 所以保健 还有另外一个画面 还有另外一个人 后来把胡锦涛请走了 这叫孔少讯 他是谁呢 他是中央办公厅 丁薛祥的副主任 也就是说 这一次办这个事情 搞中央办公厅是谁的人 当然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这是习近 丁薛祥的副主任 来把胡锦涛请走 所以告诉你这是什么事 这是由习近平 还有中央办公厅 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故意要在 二十大闭幕之前 我不想让你胡锦涛 参加这个闭幕式 所以说今天是 刚才讲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留给平头的 大家现在把他起敌 他是什么 他是习近平的一个贴身护卫 在习近平站的很多场合 他都在旁边 本来是习近平的贴身护卫 要去把这个胡锦涛 拉开 胡锦涛不愿意 不愿意了以后 中央办公室的 就是这位 他就来了 他就来了 孔少讯就来了 来了跟他讲非常久 他就终于要离开了 请走了也是他 他就把他请走 就是这样子 你就非走不可 好我就跟你讲 中央办公厅是 一定是习近平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 这绝对是习近平做了一件事 习近平故意的 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宝贤 因为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听到说 团派有人要挑战习近平 他今天就告诉你 没有这件事情 团派团面了 完全都团面 这一次原本南岸 还有人认为说 这个什么 这个胡锦涛 这个所谓汪洋 或是李克强他们退 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胡春华上来 结果没想到 一个胡春华都没有上 还有人家说什么 他为什么要手去伸这个文件呢 有人就说 这个文件是不是就是新的名单 他想要去看看这个名单 结果没想到 习近平就把他拨开 名单都给他看 当天我看了 我就觉得说 习近平你也太狠了 你也蒙古种人嘛 为什么 保洁那事实上 习近平能够走到 今天领导人的位置 胡锦涛帮他清除了多少障碍 在2012年13年的时候 先帮他清除了薄熙来 薄熙来是由胡锦涛跟温家宝 发动把他逮捕起来 把他是个判刑的 另外紧接着来 周永康事件 甚至习近平你要上台的时候 胡锦涛下台的时候 听说他还给他两支贴身部队 让他去保护你 把自己的贴身部队交给他 后来你在斗争 这个所谓江泽民的时候 胡锦涛是怎么站在你身边的 今天因为你有可能会 阻碍到我习家军的成立 所以毫无疑问 我要演这一出戏 让大家知道 即使你可能是有恩于我 你是过去的领导人 我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上面 我照样可以杀你无胜 我们小时候在看中国的报道 或中共的报道里面 不可以有温情主义 我现在终于懂了 什么叫不可以有温情主义 你看第二号人物李强 李强现在担任 未来的总理人权 他在上海不搞得怨声载道吗 对 没错 但是搞得怨声载道 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执行我说的 习近平说的清零政策 另外就是蔡奇 蔡奇来说 他这次也变成从北京市委书记 一口气就入到这个中常委 他未来可能要管理 就是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 栗战书的位置 他过去就是打这个低端人口 他包括说像你看丁薛祥 这一次你的副主任 好好帮忙把这个 这个胡锦涛赶出去了 另外李希过去也是 也是执行习近平的任务 包括王沪宁 赵乐际这些 所以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未来就 中央里面或是全中国 只有一种声音 那就是习近平 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次让人家最意外是 本来李强 他讲你当然是习近平重点栽培的人 所以我放你到了上海当中所谓的书记 可是你在上海搞的院生载道 你把上海这么先进的城市搞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荒漠一样的地方 就没有想到 你这样的政绩 你不但提拔 而且是不自提拔 直接要干国务院总理了 对没错 你看上海在3月爆发疫情 他说什么 成败在此一举 没有任何退路 如果打不赢 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结果祭出一个史上最严厉的 这个所谓管控制度 让所有外资下洒 完全跑掉 所以你看6月25号宣布说 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 党中央的坚决 防控决策完全正确 他还在捧习近平 所以你就知道 你能够这样做的完全OK 蔡洗你看赶走所谓低端人口 这样不断的轻走 把那些所谓低端人口完全赶出去之后 你有功于习近平 所以他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 然后知道今天其实是习近平 他们第三任的任期的第一天 照理说中国过去 他说股市开红了 或是怎样 可是没有 因为大家对这周末发生的事情 完全吓到 所以他今天的第一个时间里面 全部大跌 港股里面 香港人最害怕 香港今天一共跌了6.36% 另外一个中国到今天下跌了2.02% 全部都下跌 甚至港股跌幅非常重 那今天什么阿里巴巴 腾讯完全都跌10%以上 那这次还有人说什么 现在终于中国不是承诺所谓的香港50年不变吗 人家就说现在50年不变 唯一的不变来了 原来就是这个 因为今天的收盘是15,180点 保险你知道1997年6月27号 在回归前一天的时候 香港指数是15,196点 今天已经跌到这个97年回归的那一个低点了 差不多的数字了 就是差不多那个数字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 香港人到底是多么害怕 全世界的资金到底是有多害怕 这个第三任的领导班纸 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 他在那个把胡锦涛请出去那个场面 全世界又吓坏了 因为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等全世界媒体 你的摄影机都就定位了以后 你才开始上演这出戏 而且刚刚讲的有很多非常吸引的地方 胡锦涛想要拿东西 习近平不是想要拿 然后呢 刚刚讲的栗战书想要站起来 栗战书想要在旁边帮忙拉一下 王沪宁赶快把他给拉住 然后呢这个动作 把栗战书吓死了 拿个手帕不断的带插汗 这个场景真的充满细微吗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宫廷斗争吗 这个已经是这个民斗 这不是暗斗吗 因为后面还有坐了一个 105岁的宋平 他一大堆老干部坐在后面 这些老舅 老新干部坐在一起的 他现在这个事情恐怖在哪里 你知道吗 如果胡锦涛这个发烂成功的话 后面有第二个人发言怎么办 第三个发言怎么办 场面不是乱掉了吗 挡不住了 这个把党赶出去解决问题了 你看他把党赶出去 所以你说 这是故意的杀鸡请猴 我就是我如果连胡锦涛都敢动 你谁敢跟我造次 胡锦涛这个事情可能是意外的 但是他们有准备 面对意外的准备嘛 这个表示他有人意去克服这个场面 结果这个场面之后你看到没有 连李克强头都不敢回 所谓什么团派两个字根本就烟消戊散 汪洋也不敢讲话 胡锦涛也不敢讲话 没有人敢讲话 所以就把他请出去了 那请出去了过程当然是不好看的 大家对外 他新华社长发的新闻稿 身体不舒服 那我们看到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好 那么不舒服 对啊走那么快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有点难看 也难看当中 可是难看里面这个已经是 可是他掌握他得到什么结果呢 他向全中国的老百姓 全全世界宣誓 今天他的权力之大 他可以确定他的地位 包括后面的军委会的安排 包括其他各种人士安排 他毫无忌惮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场面你完全看到 他对这个场面的控制如被食指 今天刚刚讲的 今天其实开始是胡锦涛 想要开前面的那个红色的卷州 然后习近平就什么都没讲话 眼神使一下 手指比一下 就刚刚讲的 他的随护马上跑过来 这是他贴身随护 贴身随护要去把胡锦涛拉出来之后 胡锦涛不动 胡锦涛不动以后刚刚讲的 孔少勋就来 孔少勋来了以后就跟他讲 不知道嘀咕嘀咕什么 然后他在不甘情 就代表 他们早就想要 不然怎么可能说 习近平一个手指头 事情就搞定了 他们这个早 当然有各种的排演 中央警卫部队 这些东西早就是 清清楚楚会发生 可能早就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胡锦涛要去抓他的东西 这个也是可能意外事件 你看那个场面 也不是很好看 因为起码一个习皇帝 拿手去按 小孩子在抢东西一样 有很多谣言说 像柯商师兄讲的 说那个就是中央的 政治局的委员名单 对不对 那也有人讲说 那个名单有两份 他们给胡锦涛看是假的一份 胡锦涛发现 那边有一份新的 有各种谣言满天飞 但是不管哪种谣言 经过这个的纷争之后 很小的骚动之后 更确定了习近平的地位 没人挡得了他了 他没有任何反对力量了 没人挡得了他 没有人能够牵制平衡他 他以后在中国的执政过程当中 不需要跟任何派系 跟任何大佬妥协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已经进入了绝对的一个 新威权主义的时代 这就是王沪林最有名的著作 王沪林最有名的论述 王沪林是伟大的理论家 在设计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时候的 这个整个大架构整个设计 今天这个架构已经出现了 从此以后没有再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第三个认识 难怪王沪林没有干过什么样重要的事情 可以进到场会 而且连续两任 不是的 王沪林是很重要的 王沪林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者 他还有他所谓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太重要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建立在马克思思想 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那这个叫什么东西 你要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表示你搞中国民族主义 欢迎之降你排他性一定很强 攻击性一定很强 那老美就不会放过你了 你要不断的扩张 我也要扩张 你要挑战我老大地位 所以中美冲突必然长期化 而且永远要干到底 但后续的发展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 他这是用人的两个标准而已 一个就是中产 一个就是专业 那专业是什么东西 他认定的专业 我需要的专业 所以他说谁专业就是专业 他居然能够直接任命到常委的体系 到常委这个位阶 你看权力大到什么程度 那包括他现在所谓的 他现在所谓的 中共现在新的两个军委主席 然后另外你看到他台办人士 一个都通通全部换掉 台办看不到主任现在 全部都换掉 台办没有一个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换言之讲会有新的人士过来 接台办 然后看到有一个重要的 外交在两岸这涉台方面 重要人士出现了 就是王毅 王毅现在会变成一个外交 外刀的整个总的一个大总管 王毅对国际政治对外交体系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整个大致上框架是如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郡主席